第六百零九集 叶臣吐出一口鲜血 显然受到了反噬 再来 叶臣不愿意放弃 再次冲击 声音不断炸裂而开 一次冲击失败 那便再来一次 两次失败 还有第三次 叶臣就不信邪了 他周身尽是鲜血 无比猙獰 眼眸却是无比的疯狂 每一次冲击 便是极大的代价 终于在第二十一次 叶臣的身体险些崩碎 那虚王静的阻碍 就此破开 这无尽能量 全部涌入丹田 叶臣发现 自己的丹田彻底变了 仿佛太极八卦运转 不断扩大 之前如果说是湖泊 那现在便是大江大河 这些灵气 足以施展一些 武学上千次 这种感觉太爽了 虚王静一层 叶臣睁开眼眸 欣喜万分 石灵的力量全部消耗 连跨两个大径 叶臣太满足了 他看向不远处的石灵湖 单单一口 就有如此功效 如果自己再吞下 会不会跨入地尊境 或许是察觉到叶臣的想法 雪奇也冷笑道 小子 这石灵湖里面的东西 只能助你一次突破 下次再想如此突破 根本不可能 何况突破太快 也不是好事 根基不稳 最终还是走向毁灭 叶臣听到血漆叶的话语 也是点点头 一口气之下 就能跨入如此境界 他已经很满足了 如果再跨入 确实对自己不利 所谓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接下去 他只要将虚王镜沉淀下来 便够了 叶臣站起身 目光落在了 为自己护法的少女身上 他刚跨出一步 刚想向他道歉 突然 天空之中一道惊雷乍响 一道惊雷之后 整个血灵秘境 都仿佛震动了几分 让人心悸 叶臣抬起头 便是发现 方圆十里雷云滚滚 无数雷电缠绕 一旦落下 整个山洞都必然毁于一旦 关键头顶的雷劫 是他从未见过的 糟糕 我倒是忘了 我跨入了两个大境界 自然要共同承受两道雷劫 这一次双雷劫落下 太过强势 话语还没说完 苍穹直下 无数道狂暴雷电 直接轰了下来 密密麻麻的雷电 至上而下 不断收缩 仿佛化为一个 几乎百丈大的雷球 轰然砸向叶臣 少女看着眼前的一幕 震撼到极致 她已经完全确定 叶臣便是师父 一直在寻找的人 能引动如此异象雷劫 别说整个血灵秘境了 就算是外面的强者 也不一定有资格 叶臣看了一眼 少女不再犹豫 脚步一踏 无数真气从双脚中爆发 她的身子直接悬浮了起来 穿透山洞 更是来到半空之中 少女在她突破的时候 为她护法 她可不能让少女 因自己受伤 半空之中 百丈雷球融入到叶臣全身 叶臣仿佛复处于雷电领域之中 她唯一能做的便是疯狂的吸收雷电 但是这一次雷电实在太多了 根本吸收不完 她的脸上乃至全身都仿佛被雷电游走 穿透 这是溢出的状态 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苍穹之上一道惊天龙吟轰然响彻 随后血龙俯冲而下 身躯竟然庞大数倍 张开锯嘴 一口仿佛要吞下百丈雷球 一人一龙就这样被雷电包裹 承受着无尽雷意 血龙的体态矫健 龙爪雄劲 似奔腾在云雾波涛之中 无尽雷电在她的身躯上缠绕 让她变得更加强势 她那血气的身躯 反复出现了一道到雷电纹路的鳞片 距离实质仿佛更加靠近 一道惊天龙吟响彻血灵族的上空 几万道雷电从苍穹之上射下 雷电炸裂就连苍穹也从百天跨入到黑夜 唯一的光亮便是这雷球 或许是因为雷电太过狂暴 血灵秘境之上的结界隐隐有碎裂的迹象 不光如此 血灵秘境周围各个角落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震 这是从血灵秘境形成以来 罪过害人的异象 与此同时 血灵族五位老者的时事之内 五人因为一位老者被杀 还未从愤怒中缓过神来 他们发誓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寻找到杀人凶手 但是通过一切手段 却没有丝毫发现 他们很清楚 这一次血灵秘境恐怕比以前越发失控 突然间时事震动了起来 他们面前的无数道监控画面 更是承受不住能量 奇奇消失 不好 我们在血灵秘境上空 设置的阵眼被破坏了 好强的阵感 血灵秘境不可能有地震 难道是有强者突破 引动了如此异象 鹤发童颜的老者脸色黑到了极致 他大手一挥 外面的画面便是显露在眼前 他死死地盯着空中巨大的雷球以及血龙 毛子一缩 居然还有一头龙 神龙问世 承受雷劫 那雷劫中的影子究竟是谁 他无数次尝试穿透雷电 想要看清里面的那道身影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莫非血灵秘境要诞生一位地尊境强者 这雷劫的强度 似乎比地尊境强者突破还要可怕 这更像是血灵秘境的愤怒 鹤发童颜的老者眉宇越发愁容 他逼出一滴精血环绕手心 手指快速攒动 似乎在掐算着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 他的手指突然停下 一口精血吐出 不好 挂相大凶 我们五人极有可能被此人斩杀 先放弃寻找那红衣女子 我们快去雷电中央之地 不能让里面的人成功突破 剩下的四道身影也是感觉到老者话语中的严肃 直到事情的严重程度 不再犹豫 所有人向着雷电中心而去 同一时刻 血灵秘境各个角落 无数昆仑虚进来的天才都仰望天际 几次青斩杀了一头妖兽 抬起头 美眸死死地盯着摆仗雷球异象 雷球中的影子固然看不清 但是很熟悉 叶晨 一想到这名字 几次青又马上自嘲地摇了摇头 这家伙怎么可能进来这里 而且这臆象让我感觉到畏惧 恐怕实力在我之上 那家伙应该没有资格吧 算了 赶快提升实力 这血灵秘境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如果再不提升 按照那夜尘捅娄子的速度 真的要被那些强者折磨死了 话语说完 几次青收起满是鲜血的长剑 快步便是向着深处而去 他很清楚 深处的威胁才是属于他的机缘 半空中的雷球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 而后渐渐消失 叶晨勉强吸收了一半的雷电 而血龙也是帮助叶晨吸收了大半 雷结算是彻底承受下来 叶晨缓缓落下 看着被雷电包裹的血龙 他发现血龙的身躯庞大的足足十倍 那些雷电仿佛就像是滋补之物 让血龙的实质化更为强烈 他甚至能感受到血龙存在的威胁 回来 叶晨一声令下 血龙咆哮一声便是乖乖地钻入叶晨的身躯 一切沉寂 叶晨缓缓落地来到洞口 目光凝视着少女 刚才多谢你为我护法 或许是因为突破结束 叶晨上身依然裸着 少女目光落在叶晨的身躯之上 翘脸微红 哦 没什么 就算没有我 你的突破也无人可以撼动 叶晨察觉到异样 随手便是从轮回墓地取出一件衣服套上 对了 你似乎知道我的名字 但是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少女一正摇摇头 我没有名字 但是师父称呼我为洛 洛 叶晨还是第一回听到名字只有一个字的 但是这是别人私事 叶晨也不能说什么 只能点头道 洛小姐 你对此地熟悉 能否告知如何离开 眼下斩龙问天剑寻回 实力也是跨越到虚王境 也该去寻找莫宁和叶灵天了 洛听到叶晨要走 想起了什么 连忙走到叶晨跟前激动道 那个 叶晨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见一下师父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或许生怕叶晨离开 洛的手紧紧地抓住了叶晨衣角 去见你师父 嗯 对对对 你放心 我师父一定不会伤害你的 哎呀 求求你了 啊 洛几乎是祈求的语气 突然洛想到了什么 连忙从储物空间取出了一个晶莹剔透之物 哎 叶晨 此物是我身上最贵重的东西 我把此物给你 你就跟我去一趟啊 好不好 叶晨扫了一眼眼前晶莹剔透的东西 感觉有些像果实 他本身就欠少女三个条件 去见一下对方的师父也算不上什么 不过 这果实他就不需要了 叶晨刚想拒绝 轮回墓地正在沉睡的小黄 却是睁开眼眸 一道寒光闪过 这是五千年才结一颗的玄灵果 快 拿下 快呀 不要拒绝 拒绝你就是傻子 这东西整个昆仑须都找不出另外一枚 也只有血灵秘境这种存在才能培育了 叶晨万万没想到 这不靠谱的小黄居然在这个时候苏醒了 他从未发现小黄有如此激动的一刻 就好像这玄灵果一定要得到一半